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国际行教学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谈国际行销的第十七讲 我们谈到主题是国际行销的组织跟控制 一个公司的资源分配 以及所有的作业活动 都必须要妥善地加以组织 国际行销自然也不能够例外 建立适当的国际行销组织之后 我们还必须要注意执行行销策略的所有的过程 才能够产生很好的执行的效果 最后还必须要建立适当的控制的程序 要设定明确的目标跟标准 尽可能要很确实地去衡量执行的绩效 找出造成偏差的原因 最后还要及时地采取必要的改正行动 才能够达成我们的国际行销的目标 在这一讲我们要介绍下面两个主题 首先要介绍国际行销的组织 接着我们再来介绍国际行销的控制 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国际行销的组织 所谓组织是一个公司 按照某种方式来分配企业的资源 发分企业的各个活动 并且来加以组合 让所有的活动都能够有系统地 去达成组织的目标 多国公司的组织涵盖全球各地 由于地理的一些空间 或者是种植文化的一些差距 语言风俗习惯又都不太一样 所以组织之间的沟通协调都会比较困难 因此总公司跟各个子公司之间 还有各个子公司之间 都常常会有一些冲突 也就影响到我们国际行销策略的执行 底下我们要探讨两个有关组织的主题 第一个是海外业务 它的部门划分的方式 第二个是影响我们组织形态选择的 有哪些因素 我们现在谈海外业部 到底怎么样去划分部门 国际企业必须要决定 海外业务它的部门发言方式 到底是要用地区别 产品别 功能别 甚至于采用几正式的组织 国际性的作业通常同时需要 地区的知识 产品的知识 以及行销功能 这三方面的专门的知识 比如说如果要去决定 这个新产品到底适不适合在阿根廷市场去上市 除了有关阿根廷地区的一些资讯之外 我们对于这项产品的知识 还有行销的技巧都是不可或缺的 不管在印尼 在德国去上市 也同样的必须要考虑这三方面 我们先介绍第一种 也就是功能别的组织 国际公司如果是按照行销财务生产 各种功能来划分部门 那么我们就称为是功能别的组织 这种形态比较适用于一些产品线比较窄 或者是对于地理性的差异 不太重要的这些公司 因为对于产品的专门知识 重要性比较低 同时对于各地区的知识 也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就适合采用功能别的组织 下面这张图就列示了 功能别组织的它的结构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了 功能别组织它的结构是最简单的 可以看到研发 制造 财务 人士 各部门的主管各自去负责它的功能 在迁入各地要进行哪些事物各自负责 这种组织形态可以精简人士成本 也可以让组织做最好的成本的管控 第二种形态我们要介绍的是地区别的组织 国际公司的组织结构 如果是以世界上各个主要区域作为发生基础 我们就成为地区别组织的 各位看到这张图上 这个电子消费品公司呢 它在欧洲 北美 中南美 远东 中东 大洋洲 以及非洲各设一个分公司 各有一个户总来负责分公司的业务 然后呢各个分公司底下呢 又有各个企业功能的部门 像生产 研发 行销 财务跟人事等等 如果它的业务不是那么繁杂 不需要成立部门 也就由一个专家幕僚来提供执行就可以了 地区别组织呢 越来越盛行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由于地区性的一些经济集团的成长 当一个区域内 某些国家基于经济上的利益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区 视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单位 比较能够方便我们来推展行销作业 但是地区别组织也有它的缺点 最主要就是成本会比较高 在每个区域里面都设置 这个地区的产品 以及功能的部门的主管 或者是幕僚 当然这个费用也是蛮大的 再加上国外分公司的费用 跟人事成本通常也都比较高 所以我们投资就相当可观了 第三种形态 这是国家别的组织 国家别的组织是在各国 都设立个别的分支机构 而这种组织形态 其实是刚刚所介绍地区别组织的 一种极端的形态 也就是说这个国际公司 不在某一个地区来设计分公司 而是在这个地区里面的很多的国家 都设立分公司 比如说台湾某一个电脑厂商 就在欧洲的德国 法国 英国 荷兰 意大利 捷克 都设有分公司 国家别的组织不但可以适应各地区的差异 同时可以考虑到每一个国家内 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各种环境的特色 对于市场的开拓 营业额的成长 当然是最有帮助的 但是当国际公司 它的营运范围越来越大 比如说超过了30个以上的国家 如果总公司要去直接管理 每一个分公司的业务 那就很困难了 所以往往有必要 在各国的分支机构的上面 再加上一层的管理机构 那么就变成地区别 跟国家别混合的组织形态了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张图里面 我们在远东的管理中心底下 远东区有一个副总 这底下在分别就日本 韩国 大陆 新加坡 印尼 马来西亚 各个国家都设有地区的主管 而在印尼 泰国 大陆这些地方 不但有行销的单位 还有生产作业的经理 其他小一点的国家 可能只派行销经理 各位同学 我们稍作休息之后 再来介绍下面的主题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产品别的组织 国际公司的各种行销规划 跟销售的管理 都由各个产品群自己来负责 有时候各个产品群也可以来负责 生产制造 而其他的功能活动 这可以自行设立 或者是由总公司的幕僚来协助 那么这种国际公司的组织的结构 我们就称为是产品别的组织 像下面这张图所显示的 公司他分别对A B C D E 这五种产品群各设一个组管 也就是各有一个副总来负责 那么这些产品性质相异 而各个产品群的作业又不太一样 所以最好由各个组管自己负责 而在各个产品群的副总底下 他又设有几个产品经理 来规划跟执行产品群里面 各自的产品的生产跟行销的规划 另外在设有一个广告促销经理 协助各产品经理来规划广告促销活动 销售经理则负责产品群 所有产品的销售业务 产品品的组织它最大的优点 是它比较有弹性 它可以轻易地增加一个新的产品的部门 也可以随时去淘汰某些产品部门 对于产品的管理可以做得比较好 但是它有很大的缺点 最主要的就是切滑地区性的知识 因为每个产品没有办法设立自己的地区性的销售组织 也切滑地区性的知识 所以公司就会涉及很多市场的行销机会 另外各个产品部门在国际市场上面 往往步调也不会一致 每个产品都希望使用自己的行销的方式 组织内就会产生很多的冲突 而造成效能的低落 所以组织必须想办法去协调各个产品部门 在各个市场里面的行销的活动 如果每个产品型 它们各自都去采购自己的广告的媒体 那就没有办法产生比较大的规模经济的效果 最后我们要介绍几正式的组织 由于地区别 国家别 产品别跟功能别 各种组织都有它的优点 也有它的缺点 所以很多国际公司就会采取一个 更复杂的几正式的组织 下面这张图所显示的几正式组织 是双购面甚至于多购面的组织的形态 除了总公司的专业幕僚之外 还有产品别跟市场别这两种直线的单位 在产品别方面有ABCDE五位产品群的副总 每一位产品群副总底下 又有几个产品经理来负责各项产品的规划 而在地区别方面设有北美 中南美 亚洲 欧洲 非洲 这五个地区的副总 每个地区副总底下 又有负责研发 生产 行销 财务 人士的部门经理 这种几正式组织适合用来充分发展的大规模的全球化公司 因为可以用来建立多重的指挥 而且它的功能跟管理部门都有比较好的一些人才 但是几正式组织要注意到 员工到底能不能接受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 因为每个员工会有两个以上的主管来指挥他 他必须要了解整个政策方针 他没有办法涵盖到所有的事情 要有非常高的主动性 几正式的管理它的成功的关键在意 要确定经理人能够解决冲突 并且能够达成组织整合方案跟计划 只是采用几正的设计 未必能够创造几正的组织 几正组织必须要在管理行为 组织文化 各方面要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才能够几实施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影响组织形态选择的一些因素 上面所介绍的各个国际业务 它的组织形态都各有它的优点 也各有缺点 国际公司要根据自己的目标跟策略 在配合国际行销的各种环境因素 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组织的形态 甚至于我们可以采用各个形态的优点 来发展适合自己的混合性的组织形态 那么组织在进行最佳的形态的选择的时候 必须要考虑下面几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营业规模的大小跟国外销售的比例 它的总销售量到底有多高 如果销售量比较高 或者是国外销售比例都比较大的 那就比较适合采用地区别的组织 第二个是多个公司 它的国际性的营业目标 如果公司所追求的是高度成长 那比较适合去采用产品别 或者地区别的组织 第三个是市场的数目跟地区的分布 如果整个市场是分布在需求 比较类似的大地区里头 那就比较适合去采用地区别的组织了 第四个是产品的多管 如果公司拥有非常多的产品 那通常比较适合按照产品别来划分组织 而不是用地区别 如果是生产少数类似的产品 那就比较不适合去采用产品别的组织了 第五个是产品的性质 技术的复杂程度 以及服务的需求越高的 那么就越适合采用产品别的组织 第六个是公司的国际行销的经验 在刚刚进入国际市场 去进行外销工作的这些公司 比较会倾向采用传统的功能别的组织 最后就是区域性经济 以及或者区域性集团的一个运作的情况 在某一个区域性经济组织里面 去作业的这些公司 比较是会采用所谓地区型的组织 因为在这个区域内 大家的作业形态都是一样的 所以比较适合采用地区型的组织形态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 今天的第二个主题 也就是国际行销的控制 规划跟组织这两个主题 其实跟控制都是密不可分的 规划设定了我们进行控制 所需要的目标跟标准 而公司的组织就决定了 我们的潜力的划分跟准备的系统 比如说一个多个公司 如果采用高度的分权 那么子公司有充分的自主权 那么总公司的控制的问题 就可以减到最小的层次 不管是高层的国际行销的经理 或者是子公司里面的 最基层的业务人员 控制的程序 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控制的程序 基本上有这四个步骤 各位看到 图上第一个步骤 就是要知道 我们要达成了什么样的目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设定 明确的目标跟标准 接着我们要知道 我们到底努力之后 执行我们的策略之后 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衡量 第三个步骤 就是要去了解 我们实际达成的绩效 跟原先设定的目标 这些标准之间 这些标准之间到底产生多大的偏差 而造成这些偏差 主要的原因又是什么 最后我们就必须要知道 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改正的行动 可以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言轨 让我们不会产生太大的偏差 各位同学 在休息之后 我们再来介绍行销控制 行销控制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要去设定目标跟标准 国际行销的绩效控制 是由规划开始的 首先我们就是要设定 国际行销需要达成的目标 这种目标不管是公司 一页的成长利润的提升 都必须要化为明界 而且可以衡量的绩效指标 国际行销主要的绩效指标 包含下面几种 第一个就是销售额跟成长率 国际行销主管 会跟指公司的主管去商量 参考各个地区的市场的需求 还有竞争的状况 来决定各个市场 它每年应该达到的销售的目标 以及每年应该有多大的成长力 第二个就是利润力 或者是投资报酬力 每个市场营运所创造的净利 是绩效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我们要注意的不是各个市场 为了短期的利润而牺牲了长期的获利能力 认定绩效 它的最终测试就是利润跟投资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所谓的投资报酬力 投资报酬力是用我们的净收入来处以我们的净资产所得到的比例 第三个是市场占有力 很多公司对于大多数产品 用市场占有力来衡量这个市场的实际的表现 要算市场占有力其实不难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公司的销售金额 去除以整个市场的销售总金额就可以得到 那么最重要的是 想办法要取得整个市场的总销售量的数据 我们如果得到整个公司各个部门 或者各个地区它的销售的市占率 我们就可以进行各地区的比较了 如果产品在大部分的地区市占率都提升 只有某一个地区市占率下降 那表示这个地区它的努力程度可能还不够 即使它的销售额有成长 但是它的市占率降低了 表示它的努力还是不足的 相反的如果是所有的地区市占率都下降了 那表示我们的产品的竞争率是不足的 第四个是现金流量 国际企业把产品导入市场之后 它的获利的情况或者它的现金流量 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差异 比如说各位看这张图 图上我们看到有三条曲线 分别代表销售额利润跟现金的流量 在这个图上我们看到现金流量 在进入成长期的时候快速地提升 可是一下子又大幅地降低了 大幅成熟期又在上升 那在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去小心 会不会发生现金的短缺 而影响了我们整个行销作业的进行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第二个步骤 也就是绩效的衡量跟评估 控制者在确定国际行销的绩效标准之后 我们要根据各项绩效标准来衡量 我们各个子公司它的实际的绩效 那么子公司的业务资讯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获得 包含传统的信差 邮寄 电话 传针等等 然后我们把各国所调的资讯就尽可能 存到一个资讯系统里面来进行分析比较 除了内部的报告系统以外 我们绩效衡量也可以用外部的资讯 也就是说聘请一些外面的专家 来帮我们进行调查或者集合 第三个步骤就是要去判定差异 并且分析造成差异的原因 一旦我们把真实的绩效衡量清楚 跟原先的标准进行比较之后 我们就了解我们差异到底多大的 我们现在就以一个虚构的免销铅笔的公司 作为例子来看看这种差异的情况 在这个例子里面各位看到 这家公司有四个地区 分配是北美 欧洲 亚洲以及其他的市场 那么各位看到北美地区 它的达成率最差的只有达到60% 而亚洲地区是超标 我们就必须要进一步去分析 造成这种差异原因是什么 这些原因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类 第一个是管理人员他的期望跟知觉 管理人员对于整个业务 是不是弄得很清楚 对于外销的风险各方面 是不是都很了解 普埃特他把行销业务的导向 分成本国导向 地区导向跟多元导向 他发现绩效最好的是地区导向 而杜拉他发现日本的企业 他要比英国企业成功 最重要的因素是日本企业 比较重视成长跟占有力 比较不重视短期的利润 占有就是环境的因素 比如说地主国的发展的程度 贸易障碍 像Grant他的研究发现 地主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越低 或者是他的以文文化 比我们越接近 他的外销绩效就会越好 而菲萨的研究发现 国际行销环境的一些障碍 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绩效 第三个是公司的特性 包括公司的大小 所有钱的形态 国际行销经验等等 第四个是目标市场选择的策略 跟进入策略 包括我们目标市场的广度 进入市场的方式 比如说Coopers他就发现 对于市场如果采用世界导向 比邻近导向所产生的绩效更好 最后就是行销组额策略 包含定家通路等等 比如说Dennis他就发现了 参加展展的次数 以及资讯来源的多管 都会影响到外销扩展的成果 最后就是要采取改正的行动 当我们实际成果跟计划相差太远 我们找出差异原因之后 就必须采取改正行动 比如说我们国内某个塑胶机械厂 就发现它的年度的销售目标 实在是没有办法达成了 所以他就采取下面的改正行动 第一个就是降低售价 开始选择性的在某些国外市场 大幅降价提高它的销售 第二个是针对各国市场特性 推出不同的促销方案 比如说延长它的产品保证的年限等等 第三个是对销售人员给予更大的压力 让他们努力且想办法达成 他们应该有的配额 最后就是干脆降低销售目标 减少年度目标 并且同时减少他们的生产量 各位同学 今天有关国际行销的组织 以及国际行销控制 就谈到这儿了 我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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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